由這個大門口, 到裡面的主殿 就可以令人感受到 吳哥王朝文明時的輝煌成就 厲害, 我突然肅然起敬 全身都起了雞皮 雖然小小, 但是… 就這樣看也覺得很宏偉 如果我從正門這個位置 直走到他們第一個城場的話 那要多久呢? 如果一邊走, 一邊不停拍照看看 大約要五十分鐘 就這樣, 是呀 這個模型大概只剩下我們手採 那就要走五十分鐘 它是這麼多古蹟當中最大的一個 而且是單獨的, 是獨立的一個 建築, 地獄, 人間, 天堂 它有高度上的差別 所以這樣代表這三界的分別 所以這樣的設計其實很考心思 還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你可以看看這一邊 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很特別感動的故事 就是這一邊 之前我們有一段階梯是上天堂的